围绕人爱交非法坐摊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中非斗争已经进入白日化阶段 但近日菲律宾传来消息 中非两国达成了对该军舰进行补给的谅解协议 南海局势似乎有所缓和 据美联社消息 7月21日 中非两国达成一项对马德雷山号提供日常必需品 和人员轮换的谅解备忘录 这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多番商讨后确定的文稿 非外交部在公告中称 双方认识到应缓和南海局势 但此协议不影响两国在南海的固有立场 另据美联社采访非方官员表示 中方要求菲同意不向船只运送建筑材料 并提前通知中方检查 以换取中国允许非方向船上士兵运输生活物资 但遭到非方的拒绝 外界解读为 这意味着菲律宾虽然有所让步 但依然拒绝认怂 这份协议从任何角度来说 都注定是双方不会满意的临时性安排 双方没有为非法座谈军舰问题的 最终解决达成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而非方则被迫承认 中国对人爱交范围海域的管辖权 并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 以非方此前对于中国临时约定的遵守程度来看 该份协议能否被长期执行 甚至能不能执行 也存在变数 另一方面 中非双方也都有暂且缓和局势 积蓄力量的需要 非已经在黄岩岛 仁爱交 仙兵交等地开辟多条战线 但都没有获得其需要的成果 虽然美国多次诱惑非与之合作 运送补给 巡航等活动 但马克思政府也深知 引入美国无异于引火自焚 虽然其利用南海问题进行炒作 赢得一部分民意 但其竞选上台时承诺的改善通胀 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 在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当下 显然难以进行 7月22日 任期进办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将发表关键的任内第三次国情咨文 却面临不少质疑和不满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挑战下 香港南华早报7月21日说 有匿名金融风险分析人士认为 马克思当前处境脆弱 警告非前总统艾斯特拉达 在大规模示威的压力下 被迫下台的动荡历史 并非不可能重演 马克思将于22日 在奎松市的非国会大楼发表演讲 南华早报说 由于预计会有大规模的 街头抗议活动 非政府已加强了 国会大楼外的安保措施 部署警力将从去年的500人 增加到2.2万人 增加了4倍有余 据报道 马克思预计将在演讲中 谈及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 各种经济问题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批评他未能实现 其在2022年竞选时 提出的降低食品价格的目标 从非民调机构 亚洲脉搏发布的最新调查来看 这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 约57% 希望总统在国情咨文中 谈论的唯一问题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 本月5日发布的数据 6月 该国通胀率为3.7% 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 然而非民调机构 社会气象战 1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 半数以上的菲律宾人 认为自己因通膨而贫穷 这一比例从3月的46% 上升到6月的58% 隶属往年数据 这是自2002年以来 菲律宾家庭自贫贫困率最高的一次 2002年 这一数字为66% 南华早报说 在国家经济困境的背景下 马克思政府却通过法案 花费250万元人民币 对非众议院大楼部分区域 进行翻新 为总统国情咨文做准备的做法 更激怒了不少民众 报道称 网上几段翻新工程视频 引发了热议 视频显示 通往会议厅的众议院 宽敞外厅 已完全重新铺设大理石地板 并铺上了奢华的深红色地毯 非知名律师马里亚发帖怒批 通胀高企至此 马克思政府的新菲律宾口号 毫无意义 自1986年以来 非历任总统都将国情咨文 当作单向沟通的平台 大肆宣扬其执政成就 但马克思此次需要做的 不止这些 更需消除人们 对他领导能力的怀疑 和不确定性 前述民调机构亚洲脉搏 于6月17日至24日进行的调查显示 2400名受访者中有76%均不赞成非政府处理通胀的方式 比3月增加了5个百分点 据悉 在调查列出的17个最紧迫国家问题中 72%的受访者认为 通胀是菲律宾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其次则是提高工资 44% 远超今年上半年占据媒体头条的其他议题 例如保卫国土5%和修宪1%等 此外 民众希望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改善经济36% 和创造就业机会35% 同一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 马克思政府实现了总统八项竞选承诺中的哪些 马克思将大米价格降至20菲律宾比锁每公斤的承诺 被排在最后 政治分析师拉马斯坦言 经济问题是马克思的弱点 如果你看看所有的调查 他在这方面的得分都很低 这拉低了他的支持率 拉马斯说 这涉及到食品通胀 工资 就业 腐败等问题 是直觉层面的问题 在拉马斯看来 马克思迄今为止的最大成就是他的外交政策 他将外交政策从中国转向美国等其他国家 这帮助菲律宾成为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然而这并没有为马克思带来更高的评价 根据亚洲脉搏的调查 所谓抵御外国势力 捍卫菲律宾领土完整 仅在民众最迫切关注议题中排名第15 另一方面 拉马斯认为 马克思也没有很好的处理与杜特尔特家族的矛盾 他们现在已经公开开战了 在我从政的这些年里 我从未见过前总统公开威胁现任总统 要起义 改变 分裂的情况 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 马克思和杜特尔特 2022年联手 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 萨拉作为马克思的竞选搭档 某种程度上 让马克思借助了杜特尔特家族的支持基础 最终赢得了选举胜利 不过联盟的破裂去年已公开化 今年两大家族更是数次过招 6月19日 身为副总统的萨拉宣布从马克思的内阁中辞职 更被认为是马杜联盟走向破裂的最新迹象 菲律宾政治斗争已白热化 大约一周后 萨拉宣布 他的父亲杜特尔特和他的两个兄弟 都计划在2025年的中期选举中竞选参议员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马杜联盟的解体 马克思的民调支持率持续下滑 而萨拉却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亚洲脉搏的调查显示 3月到6月 马克思的支持率从55%跌至53% 信任度也从57%跌至52% 相比之下 萨拉奥的支持率 在此期间从67%上升到69% 信任度则保持在71% 对于中国来说 非同意进行谈判 已经是变相承认我方对人爱交的治权 这对我们进行下一步执法维权活动提供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 在日前召开的美国阿斯本土安全论坛上 美国给中国划线 坚定支持菲律宾 南海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据美媒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菲律宾能够向仁爱交坐滩军舰官兵提供补给 沙利文称 告诉中方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坐滩登陆舰 当菲律宾采取措施进行补给时 我们将继续支持菲律宾 并站在他们的身后 希望菲律宾能进行运送补给 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美国决心很大 要帮菲律宾对抗中国 美国官员画出了两条底线 第一条线 美国支持菲律宾运送补给 试图把仁爱交问题复杂化 第二条线 美国准备以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 派遣美军上阵 为菲律宾壮胆 前不久的仁爱交冲突爆发后 菲律宾没有占到便宜 美国作为菲律宾背后的靠山 没有派遣美军协防 只是说一些谴责中国的话 这让菲律宾不满 菲律宾认为这样的靠山不可靠 此次美国重申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于坐摊舰艇 意味着美国会派遣美军上场 帮助菲律宾撑腰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日前表示 美国在增加与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的频率 希望在非部署更多军力 这都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意图 换言之 美国有可能在化解冲突之后 调转枪口将战略精力放在中国身上 从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有着坚定立场 中方曾多次强调 南海局势之所以紧张 在于菲律宾搞摩擦 人爱交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动辄拿所谓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威胁谁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